我是烦他 就之前有一次嘛 我们有那个共同的朋友 然后就邀请他和我 一起去参加那个聚会 当时我们三个一起出去 买东西啊 然后他半路上就碰见他一个朋友 然后他就跟我们两个说呀 你们两个先走吧 然后我一会去追你们 然后那让我走我就走呗 那我们买东西 买完回来了 也就十多分钟吧 然后他就跟着站着 就黑着脸 就吼我 当街就说我 然后就说什么 拿电话 你不知道接电话呀 然后就说什么 不知道我找不着 你很着急呀 十多分钟过去了 你都不知道不要找我啊 你在不在乎我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特别无语 还在大街上 特别丢人 然后当时就聚会也没去成 然后我就特别生气 我就回宿舍了 我每次平时的时候 他去哪儿我都会跟着 这次我跟朋友说了几句话 我就想着追着你 但是我没找到他 我打电话我就特别着急 他和他朋友回来的时候 有说有笑的 我感觉他一点都没在乎我 听明白了 你是我世界的中心 我也应该成为你世界的中心 可是对方说 对不起 我的世界里还有其他的东西 应该怎么办呢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我先帮女孩捋清一下你的思路啊 你说你是喜欢他的 但我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你只是喜欢他喜欢你这种感受而已 你并不喜欢这个人 为什么这么说 一 就从你崇拜的那个学长啊 就能看出来你并不喜欢他 如果这个学长说 哎 学妹 其实我好喜欢你啊 咱俩交往吧 你会怎么办 你会不会有心动吧 但是如果我要不心动 你别但是 你说会不会有心动 你看你刚才笑容 应该不会 还不会 你肯定会 崇拜一个人 他如果说喜欢你 你怎么可能不心动 所以你心里本身 就没有特别地喜欢他 才会去放着这样一个 你很崇拜的学长 在你心里某一个位置 第二 你就是觉得他在很多场合下 是多余的 人家大部分女孩会觉得 哎呦 我男朋友在假期送我回家 多感人啊 你觉得四个人在车里 是放不下他的 太多余了 所以你没有那么喜欢他 你只是觉得 我作为一个女孩 有这样一个死心塌地 黏着我的男孩 这是一种享受 有人这么喜欢我 你喜欢的只是这种感受 男孩 最简单的道理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 那个沙子握在手里 握紧了会怎么样 傻 对啊 你把它紧紧握在手里 你越握得紧 他越跑得快 再加上他又没有那么喜欢你 女朋友也好 爱情也好 不是用来看管就能留得住的 你越管 这个人会越觉得你烦 你看看你自己啊 也不怪他不喜欢你 你这个唯唯诺诺的样子 你有魅力吗 一个人喜欢另外一个人 爱的是你这个人 是你人格的魅力 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自己了 丧失了完全的自我 整个世界 整个生活都是所谓的你爱的女朋友的话 你还有什么可爱的地方吗 一个不独立的 一个依赖于别人情感当中的男人 真的没有那么可爱 所以这两点你都做得特别的不好 你拿什么留住他呀 如果你真的喜欢他 在乎他 修炼自己啊 让自己变得有魅力 让他觉得我和这个男人在一起 是那么的快乐 他送我 我觉得是无比的荣光 而不是厌烦 那个时候你才能真正得到他的心 慢慢学习吧 适合你的姑娘 应该在你的未来等着你 但是那个时候 你要是更好的你自己 谢谢